今天是2023年5月5號 現在是早上7點34分 我是七天資訊的為人 那 跟平常不一樣 我們今天早上就先來規劃一下 就是海外期貨的交易機會跟走勢 像今天禮拜五的晚上 看能不能好好的操作這樣子 好那 距離上次我們在這個盤前來做檢討 是上次是可以看到是在 4月20號就兩個禮拜之前 那 這兩個禮拜之內 我比較少操作指數型的商品 因為沒有太明顯的方向 那之前的規劃都是以原無料就是高級銅為主 那我想 原無料這幾天明顯的出了方向 那他可能會帶動的就是指數 會跟隨 然後呢也會有放大的機會 那我們兩個禮拜以前 在4月20的時候說 我們認為可能在這個區間裡面來回正當做操作 然後如果有突破的話 再在操作中突破最佳的機會 那這中間 其實有假突破了 一次 所以如果 在這個地方 就是 跌破 第二次跌破的時候 在這個地方 可能會 可以吃一次水 對 可是之後呢 就在這區間來回 來做操作 所以我想應該不會受太大的傷害 好那接下來 我們要做的是什麼 我們就是把原本的交易機會 來做 些微的 調整 來做些微的調整 好那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 他現在 跌破這個區間之後 然後重新站上 然後打到 壓力 然後又回來 他是一個擴張的形式 對吧 你看這裡的低點 比前面還要低 最高點 比前面還要高 但是他又重新又怎樣 跌破 然後這個低點 比前面全部都還低 所以他這裡其實一個什麼 其實一個 下降 的趨勢 是一個下降的趨勢 我把他用綠色的線標出來 這樣相對比較清楚 好 所以在前提之下 我們當然是以偏空操作為主 而且你看 他是第二次跌破這裡的 所以他只要 不要站上這個 就是 壓力的位置 那我們是盡量以偏空操作為主 所以這裡我就 做些許的調整 就是我在這裡 就算要做多也不像之前那麼積極 可是 盡量以做空為主 然後把他變成 綠色 對不起 而且 看一下 這裡 盡量以做空為主 好 然後我想做一些些微調 因為 這個地方都已經是壓力了 我知道 那我就把前面這個低點的地方 前面的低點地方標出來 前面的低點地方標出來 然後把些微的往下調 所以今天只要重新回到這個位置 解見的時候 這個位置 那我們盡量就是偏空的 來思考他 那至於他如果站上 我要操作短多的話 那我當然就認為說他可能會碰到前方這些 壓力位置 然後呢 可能會 就是有個小反彈 然後之後又回到區間重複正 好 不過 我認為如果他沒有站上的話 我們也不用太急急的去想要怎麼做多這件事情 那今天就是以空方為主 這樣就以空方為主 那這個地方 這個原本的突破的部分 我們也暫時就不做操作 就盡量就偏空來思考他 接下來就是 那他如果他跌破呢 你就想他已經這個區間裡面震盪了這麼久 對不對 所以如果跌破的話 速度可能會很快 速度可能會很快 所以 我們接下來要觀察就是他有沒有重新站上 只要沒有 我們就積極的做考 那另外觀察一下就是 那我在這裡 能不能直接在跌破的時候追控 不太適合 因為他是在相對 低檔的位置 所以比較適合的 一定是跟他 有反彈 可是反彈不過 或是他拉很高 沒有破壞這個 下降趨勢線 然後重新跌破的時候 我們就在這裡嘗試 操作空方的策略 那到第一個轉折的時候 如果你看狀況不妙 你就可以準備收單 但是如果他 正在加速 正在加速就是 就是每個小時都收綠K 都還沒有收紅K 就可以一直抱著 直到碰到跟下面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可能會有比較快速的反彈 所以會在這裡掉一個紅色 所以你就可以先除掉 你在這裡要操作 一趟短多 當然是可以 但是我們盡量順勢 以操作空方為主 好啦 那就快速分享到這裡 那希望大家接下來 交易順利囉 拜拜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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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